下面我们继续了解Warsom在Var Network上的应用 Var是一条由Gear团队开发的基于Warsom虚拟机的非EVM兼容链 目标是加速从Web2到Web3的范式转移 让具有传统编程经验的开发者能够快速上手去中心化应用的开发 下面是它的官网 官网上对Var的介绍是第一个使用Gear Protocol部署的独立网络 这里的Gear Protocol是指Var所实现的一种智能合约的标准 它通过为开发者提供易于上手的合约标准库来简化智能合约开发的流程 帮助传统的Web2业务无缝倾移到Web3 从下面的这张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到 Var是使用Substrate框架构建的WASM智能合约平台 Substrate提供了底层的点对点网络 可自定义的共识机制和五分差的Runtime升级的支持 Gear Protocol由一系列的Substrate Palette所组成 它们用于支持在Substrate上并行的执行智能合约 定义了合约之间的通信方式 最上层就是应用层 那么和传统的EVM上的智能合约相比 Wire上的智能合约的执行是可以跨越多个区块的 这方便你在链上去实现一些需要自动化 或者需要定时执行的逻辑 你可以使用任何能够编译到WASM的语言来进行开发 同时WASM虚拟机能够提供接近原生的执行速度 这就意味着更低的交易费用 那么Gear Protocol所支持的合约执行模式叫做Actor模型 Gear上的合约也叫做Program或者程序 程序之间是可以以消息传递的形式来进行通信的 程序的内存是会持久化保存到链上的 其中包括了他们的内部状态 这意味着程序在访问或者更新自身的状态变量时 就像操作全局变量一样简单 它不需要额外的对存储进行读写的API 这张图是对Actor模型的一个直观的描述 不论程序还是用户 在这个模型当中都可以使用Actor来表示 Actor之间只能以消息发送的形式来通信 而不直接共享状态 当一个Actor接收到消息时 他可以触发几种不同的行为 比如更新自身状态 返回一条回复的消息 向其他的Actor发送消息 或者创建新的Actor 你可以把每个程序看成是在链上运行的微服务 用户和程序之间的通信 都是通过消息传递来进行的 这里是Var提供的一些特有的功能 第一个是交易的延迟执行 它是通过延时消息的机制来实现的 你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实现链上的拍卖自动结算 以及一些需要定时功能的全链上游戏等等 这里的免签名交易特性 可以通过临时私钥来创建可信绘画 可以实现让用户在链友中只进行一次签名 剩余的交易可以通过临时创建的私钥来完成 免gas交易指的是开发者可以向指定的用户地址 定向发送免gas券 持有免gas券的用户即使钱包地址中的余额为零 也可以使用免gas券中的余额来支付和特定合约交互时所需的交易费用 Rust是在Var上编写合约的主要语言之一 我们需要使用的标准库是GSTD 这是为NOSTD环境打造的合约标准库 当中包含了与合约执行环境和外部消息进行交互的基础的API 同时也提供了和Rust标准库一致的基础数据类型 所以有Rust基础的开发者可以快速上手 Sales框架是Vara官方推出的合约开发框架 来进一步简化开发合约的流程 Sales通过Rust的过程红来自动生成底层的样板代码 同时在合约编译的时候自动生成IDL 也就是合约的接口描述文件 根据IDL可以进一步生成不同语言的与合约进行交互的客户端代码 目前支持TypeScript和Rust分别 分别可以在前端和其他合约中的跨合约调用场景中使用 下面是VaraWiki上最新的五分钟上手教程 目前已经使用Sales框架来实现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章的链接快速地了解到如何创建新的项目 构建并且铺术到测试网络 首先是搭建开发环境 安装构建合约必要的依赖 右侧是每个依赖相关的链接 大家可以安装匹配自己本地操作系统的版本 像这里的RustUp应该不用介绍了 这个WasmOpt是Binary套件的一个工具 可以对Wasm二进制文件的大小进行优化 Gear命令就是Vara的节点二进制了 我们可以使用它来启动本地开发节点 同时Cargo Sales是一个用来创建新项目的命令行工具 你可以使用Cargo Install Sales CLI来进行安装 目前最新的Gear二进制是版本是1.5.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系统下载对应的二进制 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 推荐在WSLR的Linux虚拟机环境来进行编译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潜在的问题 下面安装好Sales CLI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Cargo Sales New Program命令来创建新的项目了 这里我们带上项目的名称 比如Hello World 然后进入这个目录 如果要编译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执行Cargo Build Release 这和标准的Rust项目编译方式是一致的 编译结束之后 编译的产物可以在Target Wasm32的目录下找到 你会看到一个IDL后缀的文件 这就是合约的接口描述文件 opt.wasm结尾的文件是 尺寸经过优化的wasm文件 我们要部署合约到测试网的时候 一般使用的是前面的这两个文件 现在我已经使用Cargo Sales New Program的命令 创建了一个叫做Sales Hello World的仓库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访问 根据目录下ReadMe文件的介绍 这个Cargo Workspace中默认包含了三个package 目录下面的Sales Hello World 主要用于把合约编译为WebAssembly 并且导出描述合约接口的IDL文件 同时它在test目录中定义了合约的单元测试 然后这个app的package包含了合约的主要业务逻辑 基本上就是Sales Hello World Service的结构体和上面的方法 然后这个client的package是根据合约的IDL自动生成的 我们会在跨合约调用的时候用到这里面的客户端的Rust代码 如果我们需要在其他的合约中去使用到这个合约暴露出来的公开的方法 我们就需要引入这个client的package 然后下面我们可以在Github的codespace当中打开这个项目 你可以看到这个合约的主要功能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结构体上面的do something的方法 来返回一个固定的字符串 我们可以使用targo build release来编译这个项目 完成之后它的编译的产物会出现在这里的target的目录下 可以切换到这里的wasm32 release 这里的IDL的文件 它就表明我们这个合约有一个公开的叫做Sales Hello World的service 这个service上有一个do something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先下载下来 在待会部署的时候需要用到 还有这个合约优化之后的二进制 还有体积要比下面的wasm文件要小一些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cargo test的命令 执行test目录下所定义的单元测试 这个测试主要是通过调用do something的方法 然后判断这个方法返回的字符串是否符合预期的值 可以看到这个测试是成功执行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果改成一个不一样的值 它现在就会提示给这个测试失败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合约当中打印debug信息 我们在这里使用sales gstd模块下的debug红 然后它的用法其实和raster标准库当中的print line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在这里打印一个do something called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然后再次执行cargo test就可以在测试的结果中看到我们刚才打印的内容 下面给大家介绍wire上部署wasm合约的工具叫做gear idea 它的网址就是下面的链接 除了用来部署合约 它还可以用来与合约进行交互 查看合约的状态 历史消息或者事件等等 我们可以通过gear dev的命令来启动本地的开发节点 它默认监听在本地的9944端口 可以使用gear刚刚dev来启动它 要让gear idea连接到本地的节点 可以在左下角的菜单中选择本地的开发节点 然后点击切换 通过这个菜单你也可以直接使用公共测试网 它的地址是testnet.var.network 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可以直接使用var测试网来部署和测试合约 在部署之前我们还需要安装与var兼容的钱包插件 这里列出的nova wallet subwallet还有talisman是比较流行的几款钱包 大家可以搜索各自的官网进行安装 下面以subwallet为例 在安装好钱包生成助记词之后 默认还看不到var的主网和测试网的代币余额 这个时候需要在设置中启用这两个网络 并且开启这里的show zero balance的选项 回到主界面之后就可以看到测试网上的tvar代币的余额 那么在主网上的代币标识就是vara 假设你已经切换到var测试网 在gear idea页面的右上方连进的钱包 如果没有余额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水龙头的按钮 通过capture的验证来获取测试代币 目前每24小时可以领取100枚测试代币 下面我们就可以选中编译的产物 来把合约部署到测试网上 你需要提交的文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idl 还有尺寸经过优化之后的wasm的二精致文件 我们首先打开gear idea 然后连进的钱包 你可以通过这里的水龙头来获取更多的测试代币 你会看到你的余额现在增加了100枚 下面我们通过upload program的按钮 来选中我们刚才的 在这里点击calculate 计算这笔交易所需要的gas费 然后点击submit 签名这笔交易 成功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里的program列表 看到你刚才部署的合约了 那在这里的metadata sales的标签当中 你可以看到当前合约的idl的内容 你可以把这里的service展开 然后看到这个合约当中提供了一个saleshelloworld的service 当中有一个可以公开调用的函数 它返回的只是string 下面我们就来调用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给它发送一个消息 来调用它的saleshelloworldservice上的do something的函数 所以它默认就选中了我们要调用的目标 很需要在部署合约的时候 然后类似用这里的calculate的按钮来计算它所需要的gas费 然后发送这个消息签名交易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的messages标签下 看到我们刚才向这个合约所发送的消息 可以看到消息的内容是空的 因为这个函数是不带任何参数的 回到刚才的页面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过滤选项从to program改成from program 那么这条消息就是合约对我们的回复 可以看到这里返回的内容 就是这个函数的返回的字符串 那么我们还可以在这个events的标签下 查看合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产生的events 当然这个合约它并没有定义任何的events 所以说它这里面的内容是空白的 以及这里的vultures的标签可以展示你当前的账户所持有的 可以用来和这个合约交互的免gas券 如果你有免gas券的话 你可以使用免gas券当中的余额来支付和这个合约交互所需的gas费 你可以通过这里的vultures的页面来创建新的vultures 比如说指定这个vultures所属的合约地址 谁能够接收这个vultures 以及这个vultures当中的token的余额 此外你还可以在这里指定这个vultures的一个有效期 那么最长的时间大概是两个月 那么cos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合约的二进制 如果你已经上传了你的合约 你会在你的合约的页面看到这里有一个code hash 你可以通过这个code hash 然后进入到你的合约的code的页面 这个就是你的合约的二进制的一个唯一的id 也叫做code id 如果你想要重复的部署这个合约的话 那么你不需要再次把这个合约的二进制再上传到链上了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里的code id去部署你的新的合约的实例 下面我们来使用这种方式部署一个新的hello world的实例 这里我们直接给这个合约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点击calculate gas 来预估这笔交易的gas费 签名这笔交易 就是它这里的code id 你可以看到是这几个数字开头的 b070开头的 然后我们回到programs的列表 然后进入它的详情页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code hash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一致的 并且点进去你可以看到 就是通过这个code所启动的program的实例 现在多了一个hello2的这样一个program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在线的webassembly二进制分析工具 来可视化wasm文件的结构 你只需要在浏览器中打开这个网址 然后把wasm文件拖动到浏览器的页面上 它的功能相当于一个交互式的obg dump 下面我们来把刚才的wasm合约拖拽到这个页面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wasm合约当中每个section所占用的大小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它的export还有import export当中我们可以看到gear protocol所要求合约导出的几个入口函数 它们分别用来初始化合约的内部状态 处理从外部收到的消息 以及处理消息的回复 还有系统信号 除了你的合约是直接使用gstd构建还是使用sales框架 在wasm二进制的层面看 其实它都应该导出这些函数 然后在import section里面你可以看到合约执行的时候所需要的host function 实际上也就是合约的系统调用 gear protocol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合约不区分storage和memory 也就是说合约并没有单独的storage的概念 如果是其他平台的智能合约 它可能会有单独的读写storage 建置对的系统调用 合约的内存在交易执行完之后就被丢弃了 并不会被持久化 所以你可以使用一些比较初级的只负责分配内存 而不关心如何释放内存的内存分配器 但是在gear合约中 内存是会持久化保存在链上的 你可以看到它有专门的内存申请和释放相关的系统调用 而且在actual模型当中 合约的状态是不需要对外部可见的 所以它也就没有单独的storage的概念 你可以直接把内存当作持久化的存储来使用 在合约当中定义的全局变量的状态 会在合约的生命周期当中一直维持下去 换句话说 全局变量就是合约的状态 下面就是一个如何在合约中使用自定义状态变量的例子 这是一个简单的集数器合约 状态变量的类型是一个自定义的结构体 我们只需要使用static mute来声明这个变量就可以了 它的状态会随着合约的内存一起被持久化保存到链上 由于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所以Rust需要使用unsafe来访问它 在wasm的单线程环境中使用unsafe是可以接受的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可以为这个状态变量的类型定义几个关联函数 来简化对这个全局变量的访问 如果只需要止读 可以使用get 如果需要更新它的状态 可以使用get mute 这就是在合约中使用存储的常见模式 你也可以在合约中使用多个这样的状态变量 完整的合约代码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访问 之前部署合约的时候 我们已经演示了如何使用sales模块当中的debug红 来在单元测试中输出调试信息 它的debug红实际上是从gstd标准库中重新导出的 gstd本身其实提供了两种打印错误信息的方式 一种是debug 另外一种是dbg debug的用法类似于raster标准库当中的print line 你可以看到这里所演示的例子 除了被打印的字符串 它还会显示出消息的ID以及合约的ID 那么dbg和raster标准库当中同名的红的用法是一致的 它能够输出对应表达式的值 以及在圆满文件当中的行号 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个表达式所对应的行号 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更深入的了解sales框架的使用 左边的图描述的是直接使用传统的gstd标准库编写的智能合约 右边是使用sales框架编写的合约 传统的方式给开发者很高的自由度 但是缺乏统一的设计模式 来让重复的代码在不同的项目中得到复用 来满足高内聚低偶核的基本原则 sales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对gstd的底层的api做了更高层次的抽象和封装 开发者只需要将业务逻辑划分为单独的单元 也就是服务 然后将这些服务组合在一起 服务之间支持使用类似继承和重载的机制进行拓展 这里是sales框架所设计的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program就是你的合约的入口 你可以在这个入口当中去定义你的合约的内部状态的初始化的逻辑 一般这些逻辑会在合约被部署的时候执行一次 那么service实际上就是你的合约的业务逻辑的实现 你可以在一个program当中去包含多个service 这里的mixing实际上指的就是service之间进行组合的一种机制 我们可以使用类似面向对象当中的继承和重载的特性 来进行模块化的代码的设计 路由定义了消息被处理的方式 我们可以使用自定义的路由来修改 服务或者是服务上对外暴露的方法的名称 我们还可以在合约当中使用事件来表示合约的内部状态发生了改变 这样方便我们在链下去监听这些合约状态的改变 同时在编译sales项目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为我们生成合约的接口的描述 这个接口描述文件我们就叫做IDL 也就是Interface Description Language 下面我们通过三个基本的例子来表解上面的基本概念 第一个例子是Hello World 它相当于一个最简单的合约的实现 第二个例子是Counter 它是一个带有状态的合约的例子 然后最后一个是Extended Service 它展示了如何使用不同的Service 并且把它们组合起来变成新的Service 我们还可以去充在Service上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从Sales Prelude和块当中导入里面的项目 然后要创建一个Hello World的Service 我们首先需要定义这个结构体 这个Service上有两个公开的方法 第一个Say Hello方法 它会返回一个Hello的字符串的长量 那第二个Grid方法 它可以接收一个Name的参数 并且返回格式化之后的字符串 这个Service的方法定义 其实和常规的Rust的结构体的方法定义 没有太大的区别 唯一的不同的地方只是 我们在它的方法实现的Block上 使用了这样的一个Service的主性 定义完Service之后 我们还需要为合约添加一个入口 也就是Program 和Service类似 Program也是一个结构体 我们会在它的方法的实现Block上 使用Program的属性来进行标记 它这里的公开的Hello World方法 返回了一个Hello World Service的实力 这就代表这个合约 它能够对外提供Hello World的Service 我们可以直接返回这里的Hello World的实力 最后在项目编译的时候 Sales框架会自动的根据合约当中定义的Program 以及Service来生成合约对外暴露的接口的描述 也就是IDL 我们可以根据合约的入口 也就是Program的定义 来生成合约的Constructor 然后根据合约的Service定义 来生成每个Service的描述 这个Service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两个公开的方法 一个是Grid 它能够接受一个自定义的Name的String 并且返回String 然后对于SayHello方法 它不接收任何的参数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String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IDL 来进一步的生成其他语言的客户端的代码 比如说前端的TypeScript 以及其他合约 需要调用我们当前合约的Rust的客户端代码 下面这个例子是一个有状态的合约 这部分的代码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简要的介绍过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合约的状态的类型 这个Storage就是合约的状态变量 我们为这个状态的类型定义了两个关联的函数 来获取这个状态的read-only的引用 以及mutable的引用 下面的话我们只需要实现这个Counter的Service 我们可以为这个Service添加一个init的关联函数 用来初始化这个Counter的状态 并且为这个Counter增加两个公开的方法 分别用于获取当前的Counter的值 以及改变当前Counter的值 这个inc的方法会获取我们的Counter的Mutable的Reference 并且把当前的值自增1 下面是这个CounterProgram的入口 我们可以在这个Constructor的国际当中 对服务当中的状态进行初始化 所以在这里我们使用了Counter的init的关联函数 来初始化Counter服务的内部状态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公有的Counter方法 来返回这个Counter的实力 表示我们的Program可以对外提供Counter的Service 下面就是Counter合约在编译后 会自动生成的IDL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Counter Service的描述 它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inc 另外一个是get 然后这个get前面它使用了query进行标记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Counter Service的get方法 它接收的是一个不可变的引用 所以说它并不会改变合约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合约的状态的查询 下面的这个extended Service 展示的是如何在现有的服务功能的基础上进行拓展 这里我们从我们刚才所演示过的hello和Counter的模块当中 去引入这两个Service 然后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新的Service 叫做extended Service 并且把这两个Service作为它们对应字段的类型 然后我们在这里去实现这个Service的初始化的逻辑 由于我们依赖的Counter Service 它是一个有状态的服务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init这个关联函数当中去初始化Counter Service的内部状态 那么在这个block当中我们使用的是extended tag 来表示我们的这个服务它是helloService以及Counter Service的拓展 或者你也可以说extended Service是继承于helloService和Counter Service的 那么有继承我们也可以对继承的方法进行重载 我们可以在extended Service上去定义同名的方法 来覆盖默认的方法的实现 这里如果我们要覆盖helloWorldService上的say hello的实现 我们可以将它的返回值设定为你好 然后就是这个合约的入口 我们可以在它的constructor当中去初始化extended Service的内部状态 我们需要调用它的init的关联函数 同时我们需要把这个extended Service对外暴露出来 所以说我们需要提返回extended Service的公开的方法 这里我们就直接返回它的一个实力 最后这个就是合约在编译的时候生成的IDL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extended Service上面 它已经同时具有了helloWorldService 还有我们的Counter Service上的方法 相当于它是两个Service的一个合并 如果你去调用这里的say hello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中文的你好 而不是默认的英文的hello 下面这个例子我们主要演示如何把合约和前端进行集成 你可以通过下面这个链接来访问我们的合约和前端的代码 然后这里的这张图片就是我们最终的效果图 你可以通过这里的按钮来获取合约当前的状态 并且通过这里的increment和合约进行交互 这个合约在状态改变之后 它还会产生相应的事件 你可以在下面的这里的events的这个section当中去查看最近所产生的事件 那这就是我们一会需要部署的项目的代码 它当中包含了这个合约 还有这个合约的client 以及编译这个合约所需要的一个模块 下面的是一些我们部署合约的时候所需要的脚本 我们应该只需要用到这个wasn的模块来编译我们的合约 然后部署我们的frontend的前端 我们就可以在本地去和这个合约进行交互了 首先我们在代码编辑器当中打开这个仓库 然后切换到counter with event的目录下 我们可以首先来对比一下这个合约的代码和我们之前介绍的例子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其实和我们之前所介绍的counter的例子相比它多出来一个event的定义 也就是它会在inc执行之后返回一条increment的事件 这个事件的定义你可以在这里查看 它是一个美举类型 然后你可以在事件当中去包含一些额外的参数 那么它这里的这个参数就是我的这个技术器当前的值 如果你需要在你的service当中去使用这个event的话 那么你需要通过这里的event的tag来指定你想要使用的这里的event的类型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为你实现一个notify on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在合约当中去产生事件 一般我们是在合约的状态发生改变之后再去产生这个事件 那么在编译合约之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对合约的接口的描述文件 我们可以在wasm的目录下找到这个bio 然后我们可以查看它的内容 它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counter的例子相比 其实它这里就多出来了一个event的一个定义 对这里其实非常直观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event它就包含一个变种 也就是incremented 然后它带有一个isr类型的一个数值 那下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里的deploy的脚本来对这个合约进行部署 我这里已经部署过了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把这里的编译的步骤给停掉 对我们部署的地址其实我已经硬编码在了这个前端项目的圆码当中 你可以在这里在这个app组件的usefactor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所部署的合约在测试网上的合约地址 如果你已经部署了你自己的实际的话 你可以替换为你自己的合约地址 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前端的目录下 然后去执行yarnstart 应该是yarndev 我们可以去访问这个地址 我们通过这里的codespace提供的隧道来访问刚才的 这里它会弹出一个连接钱包的提示 然后我们就连接一个用来测试的alice的钱包 选中钱包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合约进行一个发送交易的一个操作 那默认情况下 其实它是没有显示合约当前的状态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getcountervalue 来获取合约当前的内部的状态 它目前counter的值是103 如果我们选择使用这里的increment 给合约发送一条increment的消息 那么在这条消息被处理之后 合约就会返回一个increment的事件 这个事件当中的值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打印出来 同时如果我们再次去获取它的value的话 它目前的值就会是104 这部分与合约进行交互的代码 其实完全是有一个命令行工具 从我们之前的合约编译的时候 产生的idl所自动生成的 这个就是合约的idl 然后我们可以在frontend的src 然后lib下面找到 这个自动生成的 与合约进行交互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端的代码的原码 它是怎么生成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项目下的makefile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条这个all的规则 你需要首先在npm上去安装这个sales.js的命令行工具 然后使用它的generator的命令 然后指定你输出的文件的路径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能够与你合约交互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个类 也就是这里的counter program 你可以看到这个program上它有一个成员 也就是我们的这里的counter的service 这个service上它具有inc还有get的方法 和我们的idl其实是内容是混合的 同时它还有一个监听事件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传入一个callback的函数 然后打印出这个事件的内容 具体使用到这个自动生成的客户端的组件 是这里的contract interaction 你可以看到分别调用这个service的get的方法的这个函数 它是这里的fetch counter value 还有一个发送交易的这样一个函数 我这里是handle increment 它会通过这里的inc方法去构造一笔交易 然后我会使用我当前所连接的钱包 来预估gas费并且签名这笔交易 还有一部分是事件监听 这是放在另外一个组件当中实现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event listener组件当中的 use effect的这个构子的使用 我在当中使用scribe to incremented event的这个客户端的方法 给它传入了一个set events的这样的一个callback 然后它就会在接收到新的event的时候 然后自动的把当前的事件更新为它所接收到的值 同时你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取消这个事件的订阅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你的钱包的余额 你如果想用其他的地址来进行测试 你也可以通过点击你想要使用的地址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切换到新的地址 然后这个地方它显示的是当前的最新的区块高度 如果你想要使用其他的rpc的endpoint 或者是使用你本地的地址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地址 像主网的话它会是rpc.var.network 如果你是想要连接到本地的话 你可以使用localhost9944更新 这个地方你还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 可以使用这个前端项目作为你的一个前端的模板 你可以在它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构建 它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个钱包的连接 对于合约交互的话 你需要替换成你自己的IDL生成的客户端代码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拓展的学习内容 这里就是最近上线的一个var的教程网站 也就是salestutorials.var.network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访问到它的内容 目前它提供了六节的课程 它是一个面向开发者的一个零基础的教程 你可以通过它这里的教程来一步一步的了解 如何去最终实现一个fungible token的合约 也就是同质化代币 目前var上的代币标准 已经有一些是在使用sales框架来进行实现了 这里的这个仓库给出了当前的一些参考的实现 这里的vft实际上就是var fungible token的一个简称 这个就是统治化代币相当于ERC20 这个vnft的话相当于是ERC721标准的实现 它是一个使用sales来实现的代币标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的参考一下 这参考就是给你消息的编范 这个 employee互相当于是ERC721标准的 这参考是在青铁量的那里